我之前 我的爸爸 我再介紹一次好了 我的爸爸是一位詩人叫做吳勝 然後 之前會改編他的詩 編成歌曲 在去年的時候就是有關於那個反國光石化的運動 他就因為了想要反國光石化 所以他就寫了一首詩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藉由那些詩去知道說 我們可以為這些運動、為這些環境做些什麼 那我今天最想要講的就是 有非常多的NGO組織 就是有非常多的非營利組織 他們是為了環境 為了一些他們心裡想要追求的公平跟正義 所以他們花了很多自己的青春 花了很多的時間跟金錢 就是希望可以一起去幫忙做這些事情 那這些東西非常的辛苦 我在一起參與運動的過程當中 我一直都只是一個在背後協助或者是支持的角色 但是我看到他們在最低線都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所以希望大家給像今天的主辦之一 就是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給他們一個最大的鼓勵 然後當然還有非常多其他的單位 像團資 然後還有很多的環保團體 大家都可以去在攤位那邊有非常多的資訊 大家可以去了解 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今天呢 希望大家可以把你們看演唱會的金錢 拿來買周邊 給他們最實質的在金錢上的支持 因為他們在運動的過程當中 的確耗費了非常多的人力跟資源 這是我在看到的狀況下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那我們大家在看樂團表演之餘 所以就是一定要去用行動支持他們 好嗎 好 然後這首歌就是我爸爸寫的一首詩 我爸爸改編 叫《只能為你寫一首詩》 而我只能為你寫一首詩 只能為你寫一首詩 只能為你寫一首詩 只能為你跳一支舞 在天的指尖 一遍又一遍 這比詩和春雨還要 相親相愛的就會送 找找些談吐語 找找些談吐語 輕輕展顏的舞台 時代的濃郁名 在這裡會暗灌溉 迎接著戲 心成一世 去一去來來 眼看開發的慾望 就有情是有傷的心還寒 回饋給我們瘋狂的視野 有眼神 有眼神瀰漫的天空 少數人的你 與其他一路 攔截水月 放任夢 放任夢與你寫一尺 為了 放任的口號 而我只能為你寫一首詩 只能為你唱一首歌 只能為你跳一支舞 包含著淚水 在天地之間 一邊又一邊 只能為你寫一首詩 只能為你唱一首歌 只能為你唱一首歌 只能為你跳一支舞 只能為你跳一支舞 包含著淚水 一邊又一邊 像天地呼喊 大聲的呼喊 像天地呼喊 謝謝 我今天其實很緊張 因為我跟超多偶像一起表演 今天的這個卡司實在是太誇張了 就從小 有一些是從小 從小就在聽很多這些 像那個聖翔大哥啊 他剛剛唱那個飛河加油 我都快哭了 因為 那首歌他 真的不是今天這個場子 大家沒什麼機會聽到耶 超久沒聽到了 對啊 然後 好久沒聽到那首歌 就覺得我好感動 因為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作品 然後 現在還在唱 那代表 我們還有待努力 還需要再加點油 大家一起幫忙 那我也要唱一首很老很老的歌 對我而言 這是我 雖然發片的第一首歌 寫給我的阿嬤 然後我的阿嬤是一個 一輩子都在種田的農夫 那我們知道黃小玉嗎 這個我就要講一下了 因為這跟經濟還有股票非常有關係 黃小玉就是 黃豆小麥跟玉米 他不是一個女孩子喔 然後為什麼會有黃小玉這個出現呢 因為糧食就是不斷的在暴漲當中 它的價格是在暴漲當中 那其實我們真的要重新去想想 人類最需要的東西是什麼 我們需要的是食物 我們可以沒有科技 可是我們不能沒有食物 對 然後 像黃豆小麥 玉米 然後台灣的稻米 各種農產品 都是很重要的 我們一輩子都會需要它 所以我阿嬤那個時候在種田 大家都說 啊這有餐沒出台啦 湯沒這個小 這樣子 但是 我就覺得 你看現在回過頭來看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可以檢驗的 10年後 20年後 我們會知道我們最需要的是什麼 那農夫呢 是台灣最偉大的航店 我覺得 謝謝王媽的歌 渺小 不會 不管 你是醒著 或者 已經睡了 勇敢 現在 或者 或者 已經 塞 這個冬天依然不下雪 這個夏天依然令人疲倦 這個世界不會為我們而改變 沒有你的日子很難過 我想想你許比較舒服 我們只是小人物 沒什麼可許 未來對我們太遙遠 宇宙太大看不到邊界 生命太強太脆弱 又不落著我 可是阿媽曾經這麼說 只是每個人都不好過 也要努力認真生活 生命不就是這樣子一夢 如果你是笑著 或者忍不住你也哭了 我現在活著 活著 也想離開了 這個冬天依然不下雪 這個夏天依然令人疲倦疲倦 這個世界不會為我們而改變 沒有你的日子很難過 微笑一想也許比較舒服 我們只是小人物 沒什麼可許 未來對我們太遙遠 未來對我們太遙遠 但真愛的看不到別界 生命太小太脆弱 可許無法承諷 可是阿媽曾經這麼說 其實每個人都不好過 也要努力認真生活 生命不就是這樣子一夢 謝謝 謝謝 然後最近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我的工作室的夥伴 我的工作室叫 Chess Studio打個廣告 是一個錄音室 然後在工作室的夥伴 是一個待會要表演的樂團的主唱 這個樂團呢 他們也是都 常常在我的工作室 我們大家 在那邊一起玩音樂 一起錄音 這個團叫做滅火器 好啊 紅紅 他們很帥對不對 楊大正很帥 楊大正很帥 吃醋了吃醋了 不拉桑 然後他們看起來都在台上超MAN的有沒有 帥 然後爆炸 然後跟店家都充滿爆發力 然後底下的迷妹每個都如此 但是你們不知道他們背後的一些小故事 其實他們都是非常溫柔的男性 那個 像那個吉他手鄭雨晨 他有一次去西州 就是去我家 然後我們一起去做一個那個 音控表演 然後他就忽然在那個車子底下看到 兩隻流浪的小貓咪 然後我們就是他們就很很驚慌 然後一直在找食物好像是被被丟棄了 然後在雨晨看到 然後就不然定格 他們怎麼辦 然後就過去摸摸他這樣 後來我們就把兒子帶回家照顧 然後送去醫院治療 那他們家啊 他跟楊大正住在一起 他們家裡面超超誇張的 有四隻流浪貓 就是現在都是非常非常溫暖的 住在 非常的開心的住在他們家裡面 然後常常就看到他們兩個這樣包成貓咪 楊大正也是啊 楊大正那個QG跟橘橘也是 都是在 這個 我在聽梗 這跟我的歌有關係 剛剛然後 然後因為我那個 我自己養一隻狗狗叫茶葉蛋 也是我在 我在那個去參加彰化王公的 守護白鯉豚的活動 然後在那個燈塔那邊撿到 那時候才兩個月這麼小 那現在跟我回到家裡住了 已經在一起兩年多 就這麼大隻的 對 我們就常常在想說 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流浪的動物啊 然後都很可愛 當你愛他的時候 你會覺得 他其實比任何血統狗都可愛 就是說 其實一樣的 你不用去追求血統 動物就是動物 他本身就是很可愛的東西 那 楊大正前天啊 因為颱風快來了 結果他在路上 看到一隻 就是好像被棄養的那個狗狗 然後 是 欸 是哪一種 學長 約克夏 好像是被棄養的 對 因為我們不確定 但是我們帶去掃晶片也 沒有主人 然後他大概也有一點點年紀 可是很可愛 那 大正他就是很害怕他颱風天 會出事嘛 因為在那種狀況下 而且他腳有一點有一點受傷 這樣 所以大正就打電話給我 說 珍妮怎麼辦怎麼辦 然後他就把他帶到醫院去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這兩天的事情 我們正在照顧他 然後在醫院治療 那 狀況不錯 然後他也很可愛 然後很乖 主要呢 就是透過這個機會 如果你有興趣想要認養他的話 歡迎跟我或楊大正聯絡 但是呢 我認為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養寵物之前 你絕對要想清楚 他不是可愛而已 那是一種責任 對 就像我們以前啊 我們以前表演的時候 常常 我們以前就是想要出去玩的時候 家裡沒有寵物的話 我們常常都是可以跑出去 一兩個禮拜啊 都不回家 都不會有負擔 可是現在其實我們就有養了寵物之後 他就像小孩一樣 每天會想說一定要回到家裡面去照顧他 看看他們好不好 最重要的是 絕對不能棄養 所以其實那個約客校 我其實有點生氣耶 他很有可能 我不想這樣想 希望不是 但如果他是棄養的 我真的覺得這是很糟糕的事情 因為你又要買狗 又要丟狗 這是 這是什麼道理 對 然後政府呢 其實也應該要去關注這些事情 就是怎麼樣去限制寵物販賣 他們所應該要 擔負的義務跟責任 對 好 那拍謝啊 讓前面終於 所以這首歌就送給楊達鎮了 是一首非常可愛的歌喔 叫做 我寫給柴葉蛋的歌 混血兒 那一天 我遇見你在黑夜裡 我的生命 出現了全新的意義 快樂畫面 描繪在心的每一天 要用我的一輩子去打臉 你的眼睛 像透明水晶水旺旺 在一個瞬間 遠看到 Carmen 青har 是甚麼模樣 就算他們 就是不在乎的遺忘 我會永遠守護 在你身旁 對每個身影 都有著不同的奇蹟 色彩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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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彩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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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 爱是回报每一天天我只给你 拥抱你能看美丽的风雪 我就是爱你 巴巴巴巴... 我每天生命都有着不同的奇迹 一层的鞋一遍都只一样的美丽 我就是爱你 你是美丽的魂雀 当这个城市慢慢变得寂寞空虚 我还是会保留一点点位置给你 拥抱你勇敢美丽的魂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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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爱你 谢谢 OK 节目接近尾声 我的节目 今天晚上有非常多精彩的表演 刚刚大家也都看到了 今天这个阵容真的是非常的难得 我非常荣幸可以参加这一场活动 希望之后我们可以凝结更多更多的力量 然后都要靠你们 这首歌就是为这场活动 为这一个议题写的歌够亮你好吗 我送给苏欣 送给绿梦 希望大家一起加油 谢谢 如果你们会唱就一起唱哦 我其实海洋音乐记的时候没有唱过这首歌 然后后来他们有在共聊举办 诺欣克音乐节目 就是No Nuke音乐节目 那之后如果还有班的话 希望大家也可以去 好有点理由 呼唤的沙坛一天一天偏响 住在这里的人都很烦uch 听见何思的机会没多少 未来的结果没人知道 有一天我的朋友他告诉我 海边的桥被大海淹没 消失的海岸线没人问 美丽的山谷脚盖着水灰粉 我要轻轻地唱对着你漫长 我要轻轻地唱对着沙滩唱 我要轻轻地唱用尽我所有能量 我们不要和烟唱 我都不想要轻地唱对着沙滩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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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Woo 沙灘上面来的青年几十万 我要还要要更青春游游看 如果大家一起同声大声唱 那会是多么大的能量 我要大声的唱 对着你们唱 我要大声登场 对着想登场 我要大声登场 用尽我所有能量 我们不要和电唱 我要大声登场 为着你们唱 我要大声登场 对着想感伤 我要大声登场 用尽我所有能量 我们不要和电唱 我们不要和电唱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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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我们要进行 就请自宁跟大家 要进行一个 就是大家都已经知道 但是你们可能之前有做过 但是有些人可能做过 有些人可能没做过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 大家一起来做 就是一起拍一张 我世人我反核的照片 所以 請自宁跟大家 大家在这边示范一下 这个 这个 对 用手要在前 对 对 对对对 是这样子 你这是 我是入我反核的 是从台上开始拍 所以记住是人 不是入我 有搞清楚了 那 因为前面还有一些空间 可以请大家再往前站一些 我帮你们检查一下 我帮你们检查一下 应该没有人检查 你还不断 好 那大家准备好了 一起拍 到时候上网 你记得 我帮你们自己的脸 签字 你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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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人家会不知道你是谁 呵呵 这个 好 好感谢大家今天来帮我们又完成了一套 来跟我们一起在这边大声唱 大声说出 大声说出 我们不要和点 好 麻烦大家就是 那边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那如果说 你们四周还有些空位 可以稍微站 站近啊 就是让我们检那边的观众 谢谢大家 前面都没有离开过吗 前面都没有离开过吗 离开超强 我知道你们很想喝东西啊 上厕所 很想放流 很想要唱 但是都死不得 对 对 我们接下来有一个非常神秘的来宾 我这个衣服上面很酷 但是没有写他 大家知道唱片 有没有干人家 就是隐藏的一个超级神秘嘉宾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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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就是Arico乐团的主唱 唱的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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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透露波山 就是小弟弟 我透露波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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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小弟弟 我前两天 听到他们即将发现个单曲 真的超屌 超好听 大家一定要期待 那 其实 可能各位有的人觉得 好像Arico过去 比较少跟社会中产生关系 其实有的 尤其跟我自己有关系 就是我自己以前在一个 人权组织 叫做国际特赦组织 就是全世界最大的人权组织 International 它跟全世界很多的摇滚明星 你只要说得出来的 都有关系 TOPLAY Use Plisting Radiohead YouTube 都有关系 那么前年2008年的时候 是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 我们在台湾也推动了一个 大家人权教育 那个时候 就跟回声做了一个合作 回声 当然已经发行 发行一张单曲 叫解放 跟Amnest Dimension合作 另外回声也跟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 环保团体 叫Greenpeace 绿色的和平 由于合作 做了一首歌 叫《处理空气》 所以回声其实 你看 也有参与过人群 也有参与过环保 其实非常 我想博山也是在关心 整个台湾的 或是整个环境的问题 那现在 我们请博山 来对我们这个神秘的 精彩的演出 谢谢 谢谢 这首歌请给大家 我们可以选择 不凸显 就算脆弱 就算脆弱 开始要时间 一点点的总要 在这桑梦中春天 找不下一颗心 开始要一点 制造一些学校 为那时雨的真意 就有点声音 却和我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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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点声音 却和我空气 却和我空气 就十几 哦 哦 喔 我的愛人 經歷我閒我閒 我的愛人 我願為你撞不停 在這棟林的天空 為了風光 在這蠻柔的星球 為你說我 聽見這天的呼吸 請你牽著我的手 請問五個燈火 四個吹一口氣就衝動 我的愛人 請你不要再呼吸 我的愛人 我願為你撞不停 在這棟林的山球 為了風光 在這深水的野口 為你給說我 一件生命的奇蹟 請你牽著我的手 循環平原的星球 四個吹一口氣將衝動 我的胸口 就讓我們穿著風 最浪漫的花容 最浪漫的花容 能遇到我的心 為你心動 請深歌送 五個燈火 從幾個燈火 我願不停 當千年的美麗 再为我重燃燒 我願不停 當千年的美麗 在我一幕中燃燒 我願不停 當千年的美麗 再為我重燃燒 像你牵着我的手 驶化宏远的行走 四个车里空气潮中 挽握我的胸口 就让我们穿着风 用最浪漫的环绕 让雨后的行李为你心动 剩个手 为你心动 剩个手 为你心动 剩个手 我今天之所以会变成一个特别串场的嘉宾 其实我自己也蛮意外的 因为这样的活动我记得 大概一个多月前就公布了 那时候我在Facebook上面有转贴 后来The World的Thomas他就跟我联络说 我说我可以来 我说好啊我可以来 他说那你来的话可以来跟观众做一点互动 当初大概决定的月条好像只有四个 我已经忘记了四个 我想说互动好啊 可是要做什么互动你要告诉我 后来到了上礼拜吧 我就看到完整的那个比较明亮的出来了 我才发现说大家都来唱歌 只有我来互动 我到底要互动什么 我说那我也唱歌好不好 我比较会唱歌不太会互动 而且本来拍了说半个小时的时间让我讲话 我想说我要讲什么话 那不过后来想了一想 我想今天的活动 那每一位我们很喜欢的音乐人 或者是音乐团 其实都分享了很多 关于反合以及非合家园这方面的理念 但我想要讲一个小故事 可能跟这个有点点关系 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 我高中有点久以前了 对 我现在三十多岁三十出头 我高中是十几年前 十几年前 我印象已经很模糊了 那时候到底是 应该是何四的问题 那在媒体上有些争执 可是十几年前大家知道 其实没有什么网络这种东西 我们所有的资讯来源 其实大部分还是来自于那些电视新闻 高中的时候其实也懵懵懂懂的 对这些事情也并没有那么关注 新闻报道也不多 那我们可能每天就是为了读书 没做什么其他的事情 有一天我们的生物老师 我还记得他姓廖 他忽然开了一个问题问我们说 请我们讨论 就是关于新建核电厂这件事情 大家是赞成呢 还是反对 其实当初听到这问题的时候 不太了解嘛 所以 所以 我们将来的 他们不存在 我们不存在 我们不存在 我们不存在